为了提供对韩语及韩国文化有兴趣的人 一个专业的学习管道 这一大学在全球81所的申请机构中脱颖而出 与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合作 成立中部地区唯一的台中式中学堂 除了有韩国官方指定师资与教材外 结后还能够获得同等级数实力认证的韩语证书 无论是将来要到韩国来就学或就业都能够通用 台上舞者带来时下最夯的韩国歌曲 炒热会场气氛 紧接着敬意大学与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两校代表 一同拉开红布条 欢喜迎接中部唯一的台中式中学堂正式街拍启用 这次的式中学堂合作案 不仅是促进两校学术上的交流 也是台湾跟韩国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共融 台中这边的话第一个学中学堂 然后让学生们开开心心的学到韩国语 还有一些韩国文化 为推广韩语及韩国文化 南韩政府积极在世界各地设置式中学堂 而静怡大学在全球81所申请机构中脱颖而出 与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合作成立台中式中学堂 除了有韩国官方指定师资与教材之外 结业后还能获得同等级数实力认证的韩语证书 无论是将来要到韩国就学或就业都能通用 式中学堂的课程的证书是可以对到topic的检测 然后它也规定上课的老师必须是式中学堂认证的老师 有式中学堂正式的教材 我个人看待它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精确的 学习一个国家语言跟文化的机构 韩国语学者们都很专门的知识 尤其是这些老师们的质量非常高 他们的水平也比较高的 然后我希望以后这边的式中学堂 我们能做到在台湾地区最优秀的 最高的一个式中学堂 校方也表示除了韩语课程之外 式中学堂也会不定期开设有关韩剧 K-pop等主题式线上课程 提供多元活泼的学习选择 除了鼓励校内生参与外 也欢迎校外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参加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